好 倒计时 10秒准备 3 2 1 准备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新大小 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 最快的速度送到我们粉丝手上呢 好 我们给你们刷起来 小棒 好棒 是多棒 前调是麻将位的 然后中调混几点XO这样 但是大家可能会很难受再问我们 因为庞氏的不管是截面 还是更加精华都是可惜 哈喽 我是大小 现在正在去公司的路上 一会儿就要开始一场直播了 那我们都知道今天直播非常非常火 可能你身边很多熟悉的博主 甚至朋友都开始试起了直播 有很多人会非常好奇 关于直播的一些幕后故事 为什么一场直播可以卖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货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 去入入的去看直播 试水直播 所以我也想通过这个vlog 记录一些小小的特点 跟你们分享一下直播幕后的故事 到公司了 马上就要准备一场很重要的直播了 其实我刚开始尝试直播的时候 我身边有很多声音 包括我的朋友都会问我说 你不会觉得直播这件事情有一点low吗 我是一个挺在意别人评价的人 但唯独这件事情的这些声音 会让我丝毫不拿入考虑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的购物形式 消费形式和去看内容的形式 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今年是一个直播元年 那很实际的一点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增加收入的机会 那也能够让公司有一个新的业务模式去发展 因为本来我的工作就是去分享有趣的东西 和比较好玩的生活方式给大家 那直播直播时换了一个平台 换了一个渠道 去更直接的给大家种草 同时呢又能谈到最有保障的渠道和最优惠的价格 让你们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 那何乐不为呢 两条的价格还能再养 去划算多少钱 18元一键 比我们还不贵 我们现在直播单到手下 我们可以靠着 这个味道特别像一个吃的 确认一下 我看实在几个味道没有库存还是怎么样 很好 我觉得 先少看 我的另一个印象就是这个身那个甜 质地还挺不错的 它的粉质真的好好 多少范围的 你每一减的 300.40 货物整价便宜的话 心理不太够 有没有可能我们谈单品的价格呢 不价货物的 咱们这个价格就太没有优势了 昨天谈 都没跟我说有跨店难解 但是我好不参加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在这个时代 你非要做什么事情做的跟别人不一样 你一定要去特立独行 好像已经不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了 对我来说真正很有挑战的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你去进入一个行业 你去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你能把它做到最顶尖最牛 这个反而是一件让我更愿意挑战的事情 刚刚从下午在1点钟开会到现在10点钟 然后现在准备回家稍微复习一下今天的功课 其实每一次的直播我们基本上都会提前很久开始去选品测品 到拿给我试用 然后大家确定了品OK之后再开始不停的谈价压价反反复的 而且直播最大的 可能和之前的模式很不一样的是它非常非常多的变数 就是经常一个品质在我们直播前它都会价格有变化 所以这也是同时非常非常辛苦的一点 就是每次直播前到最后一刻大家还在核对价格 修改价格 然后为了去给大家争取最低最低的这个优惠的方案吧 这是我们负责直播摄像的老师 其实只有九 强一是九二 九三来着 九四 天哪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和强一老师 还有我们的loe老师 这是我们今天的长空 王琪 这是我们的运营球球 这是我们的生物同学玉子 不要看她一脸愁笼 其实口罩下的她在微微在微笑 饺子马上直播你有什么感受吗 永远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口 这些瓶是因为她打印出来 我刚试了 地方要秀坏了 还有8分钟 跟大家说这个就是 跟大家说有微博特别超话 然后抽奖 我的赞考图是这一口 太宝败了 哦 一 开始退流 来了来了 哇 大家蹲得好准时 这是现在人手一条的神裤 太好穿了 然后你穿的是什么 你这样穿还是什么 可以可以 然后69块钱是我们压到了 就是那种不管成本的价格 面膜会觉得说有一些面积 腰带特别长 平时跨的话 它是有个小口口可以说的 还可以这样 起来咯 5 4 3 2 1 上链接 5 4 3 2 1 上链接 如果你平时觉得 longer不太贵了 来关注大嫂 并预约我们6月17号晚上8点的直播 她的护发素质可以让你的头发非常好 卓斯本的活动就是 right now 现在 拜拜 晚安 拜拜 谢谢大家 晚安 晚安 可以关闭退流了 嗨 大家今天都太辛苦了 咱们抓紧时间和谈一下 每个人在自己的阶段上面都说一下今天的问题 我觉得下次我们如果再播衣服类的产品 包括很多人会在买T恤的时候 问说谁身上穿的是什么 就是之前其实这个鸡位没有考虑到 就是我们其实为了迁就这个鸡位 调了很多能不能东西 比如说就是Fresh Fresh很好 到现在都可以记得 就是大嫂说过这个东西真的是救了我 就前一段时间救了我 就是你会带入自己的感受 然后并且买2000是多少 然后就放价值这么多的东西 但是大家会想知道 我们这个东西里到底都有什么 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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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收 收完了 收了 收了一个好笑的同学呢 所以说我其实自己面对直播的心态 也从一开始特别的焦虑和紧张 变成现在的有一点期待和兴奋了 因为在整个过程中 我其实看到了团队非常惊人的成长 从一开始我们一个月做一场直播 在流程上都会出现一大堆很让人头疼的问题 每一次复盘大家都愁眉苦脸的 到现在呢 其实在618期间我们做了4场大的直播 而且每一场30多个品 还做了三个主播的直播 其实都完成的还挺让人满意的 在慢慢去适应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可能接触挑战拥抱变化 是你的一个本能 你没有办法抗拒这个本能 那在不断地打坏升级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也看到了那个拥抱变化之后 变得更好的能力 好啦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其实除了跟你们分享直播行业幕后的种种之外呢 也是希望通过我自己的经历 告诉大家拥抱变化其实是一件挺爽的事情 如果你喜欢这视频的话记得点赞 如果关于直播这件事情 还有什么想了解的事情的话 可以评论里面告诉我 拜拜